直到今天這個由武漢所爆發的新型病毒 除了在武漢有59個根據報導是確診 而其中由11個變成7個是嚴重病者之外 其實香港已經有16個個案 特區政府除了在上個星期宣佈了進入一個嚴重的狀態之後 其實基本上大部份要做去應對這個新型流感的做法 都沒有做到的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如果在其他的地方 包括在台灣或者是在澳門 他做的預備的工作防禦的工作還比香港多 舉個例子 現在所有在國內離香港的高鐵的班次 如果經過武漢是沒有特別的安排 甚至連體溫這個測試都沒有 特區政府為什麼不是尋求跟內地的鐵路局去談清楚 如果所有會來香港的班次 如果可以不停武漢的就不停 但是如果是要武漢來香港的 就將它由武漢來香港發出的列車 是作出一個妥善的安排 第二 到了香港去到現在 都沒有一個健康申報的制度 意思就是說 好似昨天發生的一個例子 一個中大的內地生來到香港 在私家醫院沒有將它通報之後 其實去到今天都沒有發指 準確地找了他可能要坐哪個交通工具來香港 那個班次或者那個航班裡面所有的人 有沒有受到一個追蹤呢 有沒有發病的一個可能呢 有沒有需要隔離呢等等 所有香港人都不會忘記沙士的教訓 或者再遠一點禽流感的教訓 但是特區政府到現在 給到我們的表現就是 相當之緩慢和遲緩 武法治是應對到新型的流感 新型的病毒對香港的影響的 接下來很快就到過龍一年 又俗稱的春運的 在香港現在的情況呢 我們說話未到龍力年 未到春運呢 大多數的政府醫院已經去到爆棚的了 舉個例 威爾斯醫院在今天1月5號呢 那個內科病房是已經去到130% 無論是說人手和病床都嚴重不足的 在這個情況底下 如果我們再要承受一個 這個未到農曆年的流感爆發 又或者更加嚴重的 未到一個新型的武漢病毒的爆發呢 我是對於將來的後果是不敢想像的 即是說 那類似沙士 講的死亡幾百人 受感染接近二千人的情況呢 隨時會發生 我們沒有一個香港人想繼續這個情況 現在我們已經在水深火熱裏面 如果我們再承受這個新型病毒的打擊呢 我們很難翻身 但是政府包括特別是陳肇始局長呢 他的反應呢是相當之令我失望的 由於是這樣呢 我已經在上個星期呢 去信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要求在未來的後日的立法會大會呢 是提出一個緊急的質詢 要求陳肇始是要交代呢 是在對應這個新型流感 新型病毒底下呢 政府有任何的對策 我是很希望呢 是借這個機會 是令到篤出政府是要做應該有的一個做法 也都令到公眾明白 政府去到現在 究竟有些什麼事情已經做了 或者最重要是將會做 我們盡力希望能夠令到這個病毒 或者新型的傳染病呢 對香港或者全世界的影響減到最低 但是如果用現在我們見到的政府做的事情呢 我是很擔心 這個病毒不但不會是被揭止 被壓止 反而會有機會呢 是會在很短時間呢 是發生的 在當年的沙士 是02年的11月已經國內有第一個呢 是疑似的個案 足足四個月沒有做到事 去到2003年的年初 2、3月的時間 香港是爆發的 如果是早在02年尾都已經做事的話呢 可能我們可以避得切那個災害 所以今天 當我們剛剛知道了 在上個月發生新型武漢病毒 如果我們能夠及早做事的 我們很希望能夠再避一劫 那這一個呢 是要看政府的回應 這是復復復復復 為何你覺得 警察現在的官方會回應 資討論